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有你的 你替潮哥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师父 以后又多了一座大靠山了 他还掰住手指算了算 这样算下来 以后小潮哥的娘是清秋女君 父君是天地公主 姑爷姑奶奶是天地天后 曾爷曾奶奶是清秋湖地湖后 还有一干亲戚个个都是四海八荒一等一的人物 现在又多了魔祖祖宗做他的师父 这姑娘 背景无敌啊 比糯米团子阿黎还要强 但东华只是微微一笑 我的女儿 还需要靠山吗 连宋祥祥也是 小潮哥身上那么多身份 但哪个身份也比不上是东华帝君女儿这个响亮 那你为何要少晚收她做徒弟 她这样的身份 还需要拜师吗 东华淡淡道 没什么 这少晚最近总是来泰城公蹭饭 总要拿出点报酬来 连宋摸摸地竖起一个大拇指 不愧是你 一点亏都不肯吃的东华 小潮哥缠住少晚 滚滚跟三个舅舅在一起玩 凤九很快和东华得了个二人世界 两人在湖边散步 凤九瞧住湖中的荷叶道 义军 你看那些脸蓬都长熟了 我们去摘脸蓬不好 不用先利 就划船去 东华还真的找来了一只小船 扶住凤九上船 坐稳一些 我要开始划船了 青秋的连堂不像九重天那样 有人专门精心打理 基本上都是野生野长的 反而长得更加茂盛 画住小船从连夜中穿梭而过 连夜都长得快比它们还要高 凤九在东华划船的时候就开始摘脸蓬 不一会儿一条小船就几乎被脸蓬占了一半 东华见他还想摘 只能道 你再扔下去这条船恐怕连我们坐的位置都没有了 凤九这才收了手 还剥了一个脸蓬将脸子喂入东华的口中 帝君 好吃吗 东华微笑 忽然轻轻揽上了他的头 然后附上他的唇将脸子又喂进他的口中 也问 好吃吗 凤九的脸已经可以跟边上的荷花颜色有的一比了 帝君 连送他们还没走呢 看到他的脸粉若咽霞 东华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抚摸 没关系 他们看不到 凤九怕他还想乱来 赶紧转移话题 摘了一片荷叶下来 乙君 我还会用荷叶边帽子呢 我给你编一顶帽子好不好 东华瞧住那荷叶的颜色 难得地拒绝凤九 用荷叶边的帽子 那不就是绿帽子了 我不要 听到东华嫌弃自己用荷叶边的帽子是绿帽子之后 凤九嘻嘻笑 乙君你也机会这个 不是只有凡人机会这个吗 我以为神仙人都不在乎呢 东华唇角一勾 是有许多神仙不在乎 你待会就编得精美些 等我们上岸后送连送一顶 私密一顶 燕池屋一顶 其他人想要也可以送给他们 就怕会辛苦你了 凤九晓得东华又想捉弄人了 而他跟住东华这么久 也开始静默着黑 马上勾起了兴趣 在他开始编帽子的时候 凤九见东华摘了几朵开得正好的荷花 还将花瓣一片一片地撕下来 凤九好奇问 帝君是在做什么 从前在阿兰若之梦里 看住你戴一个花环特别好看 我现在便用荷花再帮你编一个 东华的手一向是比他巧的 能画画能弹琴能烧瓷能住建等等 除了做饭几乎无所不能 编个花环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等凤九做好五六顶帽子 东华的荷花花环也已经编好了 他将花环戴在凤九头上 凤九摸了摸 问东华 郁君好看吗 东华含笑好看 戴上了暗 白浅夜画账组织一杆神仙坐在草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交流心得 凤九让米谷找来一个大盘子 将莲碰里的帘子都拨出来给他们送过去 小燕第一眼就看到他手中的帽子 眼睛一亮道 小九 这是你编的帽子 看上去不错 凤九咳了一声 青秋的太阳要比别处要大一些 怕大家坐在这里晒 所以用荷叶编了几顶帽子遮阳 小燕 你要不要 小燕喜滋滋地接过 好妹子 难为你第一个就想到哥哥我 怎么样 好看吗 凤九瞧住荷叶帽绿悠悠的颜色 称得小燕更加肤白似血 她在心里憋住笑 又给了两顶给坐在一起的连颂和私命 连颂和私命连忙挥手 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不怕晒 凤九非常善意的一笑 帝君说 方才你们跟青秋的一些小仙们 非常热络地讲我和帝君的故事 帝君说 很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 所以这帽子作为谢礼 你们一定要收下 连颂和私命都感受到 身后有一道很危险的视线 回过头一看 果然看到东华在不远处覆手而立 似笑非笑地看住他们 他们心里都一个机灵 默默地把帽子戴在了头上 眼看手上还有两顶帽子 凤九不想浪费 走到了自己的姑父叶华身后 白浅一个眼神看过来 玩过头了 凤九吐了吐舌头 还是怂 不敢对姑父下手 他小跑到东华身边 仰了仰手上两顶帽子 立军 还有两顶梅送出去 东华帮他整理了一下花环 然后手指轻轻一指 两顶荷叶帽就变成了两把荷叶伞 只是伞面上的绿色淡了好多 接近透明 还有两朵很漂亮的荷花图案 很像一幅很美的荷花水墨图 东华给了他一把 自己再撑住一把 这样遮阳效果会不会更好 刚好他们头顶上有一棵硕大的花树 风一吹 粉色的花瓣雨纷纷扬扬洒下来 东华放酒各自直伞而立 任花瓣围住自己飞舞旋转 本来在一旁一边嗑瓜子一边懒洋洋晒 太阳的少婉 瞧住这一幕都有些看冷了 怪说不得东华一大把 年纪还能把小姑娘骗到手 原来还这么会玩浪漫 他瞬间觉得口中的瓜子不香了 他现在就要找昆仑须找嬷嬷 明日就拉住嬷嬷在东华面前溜一溜 绝对不能被这家伙给笔下去 少婉回昆仑须的时候 墨园正在摘桃树上的花准备酿酒 折叶酿的酒本来是天下无双 但少婉觉得还是墨园酿的酒更好喝些 今日的墨园穿着一身白衣 站在桃花树下特别好看 他本来和他那个弟弟夜华 一般都喜欢深颜色的衣服 他有一次随口抱怨了一句 说他看上去还很年轻 不必整日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丘的 没想到他真的听进去了 既然他肯听她的话 那他心里盘算的东西也有把握实现了 少婉捏手捏脚地走到墨园身后 喊了一声 墨墨 墨园身子一致 回头看到笑意盈盈的他 便伸手帮他捏掉了头发上的一盐草屑 喝酒了 他点点头 清秋的果子好吃 但清秋酿的酒却不如你酿的好 墨墨 你为何不同我前去 墨园微微一笑 我不喜欢热闹 少婉叹口气 从前你就比东华还要不喜搭理人 如今他为了他的小媳妇 倒是愿意天上地下到处都走一走 偏偏你就一直待在这个昆仑虚中 你不觉得闷 墨园继续微笑道 待习惯了 何况我现在能天天跟你待在一块 更加不会觉得闷 少婉微微醋眉 可我是闲不住的 我很喜欢凤酒那丫头 他的女儿小潮哥也很可爱 关键是凤酒烧的菜特别好吃 我已经决定要搬到泰城宫去住了 墨人的表情终于出现了异样 要住多久 少婉故意道 不知道 反正我决定跟小潮哥住一个店中 不跟东华抢凤酒 那小心眼的冰块脸 这次应该不会把我赶走了 当少婉收拾住东西站在昆文须的山下时 他还忍不住回头望了望 心里默认 这个木头还不知道来留我吗 特意赶来接他的小燕看他频频回头 忍不住问 祖宗 你的脖子是落枕了吗 要不要老子 我帮你揉揉 我最近闲来无事 学会了推拿 正好可以给祖宗试试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